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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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第一次 他们两个也是第一次 在大家会客室里面坐在一起 那这一对夫妻 真的从那个十几岁的这个 谈恋爱 阿妹 开始一直到现在 对不对 其实很难得 两个既然坐在一起 我们就还从前面讲一下 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是讲那个 苏妍佩还是那个少女的婴儿肥 脸碰碰 然后这个是那种练舞的 全身就是感觉上只有肌肉 那个头脑用得不太多的那种感觉 对 用得不太多 还是 几确 然后一直演到中 演到生了四个孩子 对 然后再演到 把你们养大 然后她连脸都消瘦了 对 那这是因为有特别请 就是造型师 特别是这边削一下 就打一下阴影 打一点点 对 那其实我头发梳起来 就会有一种憔悴感 对 你把头发又这样梳起来 对 那你连她都看得出来 是那个 都有消瘦 你看她最好玩的是 她没有肌肉不见 前面是因为要练身体 练到重 然后后面就 反正不练肌肉就流失了 是 后来就变虚胖这样子 对 配合邓安林讨厌 好 虽然她们在拍戏的过程是很 很规律 但是也轻松 就是说拍戏的整个气氛很好 气氛很好 邓岛拍戏气氛没话讲 对 每一个人拍过她的戏 都觉得很开心 对 当然自己要把自己的功课 都做好了 比如说像我就跟燕佩姐 学很多 你叫我燕佩姐是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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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一轮 对 对 都属龙 真的 小一轮 你看看 比我年轻的爸妈这样 对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一对年轻的演艺人员 自己都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孩子 可是要演父母 已经够难了 还得要演 我们这看到的一个 最沉重最沉重的一场戏 像我们看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用观察剧情的角度来看 连我都看到这场戏 我都忍不住都哭了 因为好心痛 大哥突然之间 就是这样子 一下 生命就在眼前消失了 对不对 那场戏拍起来非常的重 很重也很过瘾 很过瘾 对 因为那是被 就是心被撕裂的那种感觉 虽然可能我自己 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对 可是那时候就去 现在网路上搜寻一些 新闻报导什么的 其实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 失去的那种心情是什么 通常都是 真的是很受不了 情绪是很崩溃 撕裂 很撕裂 可能没有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 电视台不能演出来 当然 可是就是要靠演员自己去想像说 这过程当中 我的儿子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发生这件事情 那他发生事情之后 他又是什么样的面貌 其实那是可以帮助我们演员 演戏的一个画面 对 你自己一直去想像 想像这个情境 对不对 对 那你在演这样子的一个爸爸 其实 那个里面的情趣更复杂 因为妈妈就是心真的撕裂 爸爸还有很多的 像譬如说 内疚不安 他没有办法面对孩子 是骑脚踏车出去 出了一晚 是 所以这个情绪更复杂 没有 我觉得生老病死 悲欢离儿 每个人我相信都有遇过 那我就是把这个自己人生 一些相关的经验这样子 带入这样子 一些亲戚 或是一些 没把亲友 爷爷奶奶 如果有离开的时候 可是那个年纪大的 跟这么小的离开 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啊 那就是 我觉得悲伤的程度 应该都差不多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人 就是你的亲近的家人的话 我相信离开的话 不管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很难受的 那真的是心有一种 掏空的感觉 对 没错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 从小就是哥哥 是后面的跟屁虫 就是跟着哥哥 而且感觉上 只要有哥哥在 好像你就安心了 对 因为四个兄弟 他就很会去安排 他很会安排 这是天生的 就是 我不晓得 因为可能从小 他就是看着爸爸工作 然后跟在旁边 那他也知道父母亲辛苦 所以他就会跟我分配 那你就照顾最小的 他照顾我们家老三 真的喔 对 然后因为四个兄弟 有时候就各带一个 那吵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去安抚他 他那时候才三年级是不是 他九岁 然后我七岁 我印象中是 他去我姑姑家 就跟我那些兄弟姐妹他们玩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发现怎么弟弟是在哭 对 那妈妈又出去送货 爸妈不在 对 那他想说 因为只剩下作为瓶 养得多 然后大的拿走的 小的没得喝 不够分 他就想说 那反正早点很近 骑着找他车他要去买 对 然后他就拿着钱出门 贴心 对不对 懂事 真的 那段日子 你虽然才七岁 你应该还记得 把爸爸妈妈的那种伤心 我记得 气氛从那一天 开始找不到人 然后看到讲到车 然后到我们去医院看哥哥 就整个气氛都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是持续了好几年 你那时候你知道吗 你才七岁 你知道哥哥发生什么事了吗 知道 你理解吗 我那时候懂啊 所以我说 我们原本是四个兄弟睡在同一个房间 所以有时候晚上就是 大家会大闹闹的 妈妈会上来打小孩 大家哭一哭大家一起睡了 可是哥哥走了之后 就我自己睡一间 然后我两个弟弟他们睡一间 那我从那时候就觉得 哥哥不在了 所以我应该要变老大 虽然排序一样是老二 可是我那时候就知道说 哥哥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再去帮你分配 谁照顾谁 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 代替哥哥的角色去 帮爸爸妈妈 照顾好家庭是不是 你是在瞬间长大 是 对不对 那可是对于父母的那种情绪的 突然之间的这样子 失去一切的那种情绪低落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 对 其实 可以理解他们那时候的心情 对 那老乡那时候爸爸妈妈也不会说 特别转嫁到我们身上 不会啊 不会那么严重 那只是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那种互动很好 很活络的那种气氛 对 真的很难 就是甚至说我们 我也在半夜去听到说 爸爸妈妈很 去聊到哥哥的事情 然后爸爸哭 然后两个人难过 你有听到 有 半夜的时候 对 那个过程 其实真的花好多年 我们才慢慢走出来 那我虽然七岁遇到 可是我记得像我到小学要毕业 去上下下令影 才第一次有办法去讲出 整个小学的这个过程 你没有办法去谈这件事 对 我没有办法去谈这样的过程 我本顶多会让人家知道说 因为我原本有个哥哥 然后就是离开了这样子 可是要去像这样讲述过程 当时的状况 我完全没有办法开口 那你觉得这样子说出来 对你的心理有帮助吗 恢复你的 不会 我觉得就是在那种氛围 大家会去就是引导小朋友去讲出一些心理话 或是什么比较重视的事情 那等于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原来遇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会在我们心情上有什么样的转折 对 那讲出来之后 会让自己更清楚 遇到这件事情 原来对我的改变在哪里 对 那原本只是会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找不到什么样的出口去谈 那随着自己觉得能够讲出口 反而会心情比较平静一点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真的说出来 才是最好的疗愈自己的方法 对不对 是 好 虽然这个戏很沉重 但是我们也透过了这样子的戏剧呈现 我们也是让大家都去深刻的 体悟到这份伤痛 但是路要往前走 那怎么样可以正向的往前走 就要用智慧了 感恩各位 感恩你们今天来 好吧 那我们就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一场戏的感觉是 我看到剧本的 第一个感觉我是哭了 我有画面 所以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把那个感觉记住 一直到拍摄的那一天 我其实是很紧张的 但是不能让紧张 来影响我的表演 所以我那一次那一天很投入 然后想像自己的小孩怎么了 那其实那种感觉 是比悲伤还更难言喻的一种心情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早上还在 就是可是下一秒他 你想抱都抱不到 那一天演到哽咽了 而且在剧中还一度呼吸 就是没有忽略好自己的呼吸节奏 传过气来的 那一刻我有一点快要窒息了 爸爸在剧中 有一两秒之间 那个我是没讲话 那就是 我有点突然喘不过气 因为太悲伤了 我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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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来